女子抱著小baby搭上救護車 一旁穿著全套防護裝備 醫護在旁戒備 因為她們剛剛下飛機後 進行PCR檢測 驗出陽性 被後送醫院治療 華航CI52雪梨飛桃園的班機 在停機坪上滑行 正是11號開始 機場落地檢疫新措施 實施的首架飛機 天都還沒亮 醫護人員做足準備 就是為了防毒Omicron病毒侵入 歐美 中東 紐澳等長城航班旅客 一落地 所有人都要採檢PCR 陰性的人完成通關 則直接搭乘防疫車輛前往檢疫 但不是所有人都這麼順利 清晨四點落地將近五點半 結果陸續出來 首航班就攔截到四人陽性 除了母子Jua還有一男一女 是單獨的旅客 被驗出陽性則完成護照查驗後 得從空側搭救護車後送專責醫院 救護車準備將人送醫上頭的 是第二架洛杉磯飛底的班機旅客 有三人陽性 另外上午其他三航班 除了西雅圖46人 全部陰性OPAS之外 兩架洛杉磯航班都各有五陽性 陽性率真的高 但這確實也是設立新措施的原因之一 變種病毒來序洶洶指派 能有效防堵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